好的 Vick 皓仁還有逍遙 你們三位 願意對明廷告白的請舉手 請 來到這邊來 逍遙請就告白位置 好 好 好 準備好了 蕭柔 蕭柔 蕭柔是呼吸 再來幫忙加油一下 一 二 三 蕭柔 蕭柔 好的 蕭柔請告白 妳有點高 雖然就是我現在只是一個 小小的研究助理 然後可能沒有什麼穩定的工作 然後但是 但是我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只有一顆 真誠的心 然後我希望就是 可以用這 這顆真誠的心打動妳 然後希望我們未來可以 就是 有個美好的生活 太高了 恭喜你們兩個 兩位 來 請到中間來 來... 請到中間位置 好 明廷對於今天這樣子的結果 滿意嗎 滿意 滿意 逍遙願意告白 有沒有鬆了一口氣 剛剛講說這三個奇怪怎麼不舉手 對啊 怎麼搞的 真的是 那我們問一下 問一下明廷 覺得開心嗎 就是妳自己這樣配對成功 滿開心的 而且就是她 她的優點真的是 我還滿注重的 滿喜歡的 對啊 覺得男生很貼心 很重要 對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就是我們女方呢 她其實是住在高雄 那妳願意就是長距離的這樣子 長長的過去探望嗎 現在高鐵很方便 太棒了 可以買月票嗎 或年票 對 或直接把高鐵買下來 你不要有錢了吧 好 OK 好 那就恭喜兩位 再一起去約會吧 恭喜你們 謝謝妳們 恭喜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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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有機會讓我認識到 這麼漂亮的女生 我現在心情真的是 沒辦法形容 在上面的時候 居然也沒有人要跟我搶 不過我真的是來把握機會 所以我決定就是 真心的告白 然後就牽到她的銷售 對 然後很開心很開心 希望之後可以繼續發展 太棒了 我們現在連線的狀況還良好 滿好的 滿好的 好啦 那我們也要先歡迎 我們的新朋友 宇翔 是 歡迎 嗨 大家好 安是宇翔 目前就讀於東吳大學 身高181 平常喜歡打球跟健身 然後我愛情宣言就是 我是妳值得最好的靠山 我的胸場可以讓妳依靠 謝謝 好可愛 秀肌肉 這招厲害 這種就是通常都是 他比較沒有 沒有在舞台上面展現自己的人 所以他沒辦法 大家都第一次來 有點害羞 害羞 緊張 那你之後 你說我有肌肉 這樣子就弱掉了 要怎麼樣 把整個衣服 要拉上來 秀出你的二頭肌才行 再來一次我有肌肉 OK OK 趕快來看看我們的正妹檔案 來 我認為天下萬物都應該要有合理的裝飾 如果每件小物都能打扮得漂亮 就會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我是吳芷萱 從大學開始就在服飾店打工 畢業後還是堅持著 做這份維持女人美麗的工作 雙魚座的我 浪漫愛幻想 對愛情有許多的期待 想像自己有天能夠遇上白毛王子 他有雙想星星的眼睛 一口雪白的牙齒 更重要的是 能要有一副好嗓音 讓我想帶出門向全世界炫耀 那真是太美好了 可是媽媽說 鼻翼飽滿油肉會聚財 下半圓潤才會顧家 耳吹肥後福氣滿糖 要這樣的男生我才可以交往 還是聽媽媽的話 這樣的男生趕快來找我吧 好可愛喔 低話的女孩 好 來 歡迎我們的 來 歡迎這位正妹了 出場 歡迎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歡迎 好可愛喔 總是會有這種彈跳的感覺 你好... 太可愛了 好像小甜甜一般這樣說出來 是不是 你剛剛那個在影片當中說 媽媽說選男朋友要看面相 對 為什麼 他是會背了喔 對啊 就是看面相可以看出一個人 他就是內心要表現的是什麼 那你今天要好好的看一下喔 你剛剛講的幾樣是什麼 什麼鼻子飽滿 鼻子要飽滿 對 然後下巴不可以太尖 下巴不能太尖 會太管女朋友 你看這些人開始開始摸了 開始摸了 然後耳垂 有耳垂才耳垂 耳垂最好 耳垂 就跟NR一樣 好啦 我們先讓子媗 好好的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請 大家好 我是吳子媗 今年23歲 然後162公分 雙魚座 我現在在服飾店擔任店員 然後我看起來好像很任性 有公主病 但其實我是一個很願意 為對方付出一切的人 那希望今天可以在場上找到 一個跟我有緣分的人 謝謝 OK 好的 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入第一階段 看到你請選擇 好 你的第一位是 WES WES 很快 很快 很好的 你的第二位是 歐巴 歐巴 來喔 還有菲蘭耶 鼻翼飽滿 很好 好 第三位是 小柏 小柏 小柏獎了 小柏獎了 收入被選到了 拉乾了 太好了 好 第四位是 皓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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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也很大 黃盛君 來 第五位是 蘇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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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容很散散 第六位是 宇翔 對 宇翔 宇翔這個也是 耳垂飽滿的 耳垂飽滿 這個女生真的有認真在 聽媽媽的話 真的 但是她幾位沒有挑到的 妳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他們的面相 面相 幫我們解釋一下 因為妳有在看 我知道 對啊 妳看哪一個面相最糟糕 哪一個是覺得 可能太適合妳 我本身不喜歡 就是比較油條的男生 然後 Elmo 看誰了 看你 Elmo Dennis 閃好遠喔 對啊 比較不喜歡油條的 然後還有太瘦弱的 太瘦弱的 太瘦的人 也不行 所以Vic就太瘦了 是嗎 有一點 Vic也太瘦 OK 那我們就恭喜 這六位男生 進入第二個階段了 恭喜 OK 第二階段 認識你 怎麼個認識法呢 我們這六位男生呢 他們自己對自己 所了解的方式呢 寫出他的優點跟缺點 準備好了嗎 OK 那我們來看看 Wais的優點缺點 你要看哪一點 缺點 缺點 Wais的缺點請揭曉 喜歡冷戰 我冷戰的原因其實就是 希望可以讓自己冷靜一下 然後不要再 氣頭上 然後會講出一些傷對方的話 那如果是你做錯事情 你願意就是道歉嗎 如果是我錯 我會願意道歉 對 我不會 因為我就是大人主義 然後就是都不講 OK嗎 這個OK OK喔 還有問題嗎 沒有了嗎 沒有 OK 那我們來看看 歐帕的優點缺點 你要看哪一點 優點 歐帕優點請揭曉 半夜為女友煮宵夜 這樣好嗎 會不會越吃越胖 來 歐帕講一下 不只宵夜 我早餐 中餐 晚餐 宵夜 宵午茶 都OK 你說你是全職的廚師嗎 沒有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說 女朋友一睡醒 我可能就會馬上去冰箱 找食材之類的 會讓她覺得睡醒 就滿滿幸福 滿滿的 所以你會做菜 會 只是沒有很厲害 可是至少吃飯 但是你很願意餵對方做 對 沒錯 可是你會韓國料理嗎 提出要求了 點菜 點菜 歐帕料理泡菜嗎 歐帕 韓國菜 韓國菜目前不會 可是我願意學 你這為什麼 為什麼你喜歡 很喜歡吃韓國料理 很喜歡韓國文化 我覺得我滿像韓國人的 對啊 你的眼睛有那個特質 而且皮膚比較白淨 會講韓文嗎 會講任何韓文嗎 你 你是什麼 姐姐 姐姐 你叫人家小的 叫人家姐姐你耶 OK 來 小柏 優點缺點 你要看哪一點 缺點 缺點 小柏缺點請揭曉 好 小柏很緊張 我是YESMAN 說什麼 什麼都說好 這是缺點嗎 算是 為什麼 因為 變成會太寵女朋友這樣子 太寵朋友 太寵另一半 他說什麼我就做什麼這樣子 可是對女朋友而言 這就是優點嗎 對朋友也是一樣 對朋友也是這樣子 有時候女朋友會反映說 你為什麼她說什麼 你都好好這樣子 對啊 都會說好 所以女朋友就是說什麼的話 你都會覺得 OK 沒關係 我願意做 通常都是她說什麼 我都願意做 因為有時候像累的話 我曾經有另一半 因為工作太累 我背她從一樓背到五樓這樣子 一樓背到五樓 對 都有 天啊 你是搬家具的工人嗎 真的 你好偉大喔 這個好喔 了解囉 OK 好 來 皓仁的優點缺點 你要看哪一點 優點 好的 皓仁的優點 請揭曉 會定期幫女友整理房間 還滿好的 不錯 我喜歡 因為我常常回家會亂丟衣服 然後大概兩三天才整理一次 那你要問問她 她怎麼樣定期更好 對啊 你大概多久 其實我是處女座 所以平常去女生 如果有去女生的家裡的時候 看到有東西亂丟 我都會默默的就把它收起來 就一邊聊天一邊收 其實會做這種事 對 是女生朋友還是女朋友 老實喔 我一直去過女朋友家 我沒有去過女生朋友家 可是如果去男生朋友家 我也會幫她收 因為我就是看不慣 就看不慣這樣子 就有點潔癖這樣 有點潔癖 愛乾淨啦 愛乾淨 所以自己在家裡也常常打掃 沒有 我家還滿亂的 就我會 那你這是什麼心態 對啊 你媽不會受不了嗎 你媽不會受心裡不平衡嗎 我會激到 就是因為我知道 自己的東西放哪裡 但我會激到一定的程度 然後我會自己收好 好的 接下來 蘇瑋優點缺點看哪一點 缺點 缺點 蘇瑋優點 蘇瑋缺點請揭曉 對於越親的家人 朋友 口氣就會越兇 其實這應該是很多人 都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對啊 因為朋友跟家人熟了 所以講話真的會比較直 然後有時候被念或什麼 也比較容易不耐煩 所以女朋友如果對你也是 講話非常直接 你也可以接受嗎 我可以接受 可是會不耐煩 這個人怎麼這樣 因為我講話很直接 你也講話很直接 所以你跟男朋友熟了 也是就是直來直往 可是是會一直念嗎 不是 我會直接就是講到 點 你對男朋友講過最狠 你覺得自己講出來有點 我怎麼會講這種話 有沒有 你怎麼會那麼笨啊 做這種事 你可以接受嗎 因為你對人家也不耐煩 人家對你不耐煩 也OK吧 我只要不要一直碎唸我 一直唸一直唸那種 對 我會覺得很煩 好的 了解了 來 宇翔 他的優點缺點 你要看哪一點 優點 宇翔的優點 請揭曉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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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念出來 這什麼 不要念啊 為什麼 為什麼... 我主持人還要這樣被你耍 你沒有必要吧 他還要我 你讓他請示一下 你為什麼 常常有人這樣講嗎 有 很多人講 很多人 什麼樣的人 就身邊的朋友... 可是我覺得你比較像劉根宏耶 你真的...他真的比較像劉根宏 對 而且你又壯 而且你的髮型啊 有點類似耶 有點類似 有沒有人說你像劉根宏過 有 都有 那你為什麼不寫 來 那個紙A4紙一張來 我們直接把那個貼掉 OK 六位的優缺點你們都了解了 好 準備好了嗎 好了 OK 第三回合 請選擇 你的第一位是 WES WES 很快就馬上選出來 第二位是 浩仁 第三位是 蘇瑋 OK 好 那我來問一下歐巴 歐巴 沒有被選到會覺得很可惜嗎 會啊 會很可惜啊 就是畢竟見面是一種緣分 那你覺得這女生 有沒有符合你自己理想的狀態 有啊 非常完美啊 非常完美喔 而且她的那個鼻翼是飽滿的 對啊 這個看起來會有錢喔 又會做菜 對啊 好啦 沒關係啦 好 恭喜我們的WES 還有浩仁 蘇瑋 進入下一個階段 請出場